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感人 而且给我们施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宽恕 我时都说 是怒恼一个人 不能够宽恕一个人 就是将别人的愚昧 虐待自己 只有宽恕 才可以解决一些仇恨的问题 如果大家互相争恨的时候 只是宽恕最大 这部电影让我们深入思想到 人人之间的问题 以及我们如何面对犯了错误 而且如何接纳和宽恕 这部电影是相当有人情味的电影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错事 很多人都等人原谅 但同时很多人都会恨一个人恨很久 但看到恨一个人真的很辛苦 好像在电影里我们看到 小女孩恨爸爸 那种压力来得很大 但当原来他愿意去原谅的时候 其实是双方都得着释放 很欣赏这部电影 带来很大的正能量 我一直看这部电影 我自己都经历了很多感受 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生命 都经历了不原谅父亲的过程 但不原谅是有很多痛苦 但当一个过程就愿意去原谅 解决了很多问题 释放了很多疑心 甚至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可以找到更幸福的画面 其实我们都伤害过很多身边的人 又或者我们都被人伤害过 但在他里面真的让我感觉到很多伤痕 都能够得到医治 我觉得人生的历史很多时是我们的监狱 就是我们的过去成为我们的监狱 因为我们因着回忆有很多的痛苦 因为回忆有很多的内疚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充分反映了一个老人家 就是她的回忆深重的内疚 而通过她的内疚 是表达了一种人很多时都会有罪过 会犯罪 而另一个就是女主角 她的回忆是带着很多过去的那种疼痛 那种痛苦 而她放不开 放不开的原因是因为她不肯原谅 而最后要解决罪的问题 对于那个爸爸 最大的问题是她得到原谅 她得到宽恕 她得到爱 看这出的电影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是很感动 看到真正全国很用心去制作 有很漂亮的地方 有很好的人物 有很好的故事 也有很好的歌声 看到在这个社会里面 确实很需要爱 在这个年代很少看到一些 那么有人情味的电影 我听回原来是一些真人真事的改编 故事看完之后 那些说服力就更加强 很多谢你们各位 那个剧情是很感人的 在人的心里面 那种需要被遥处 或者要去遥处别人 是相当困难的 还有那个剧情是特别的 用一个父亲和女儿的角色 一个父亲的角色 在中人的文化里面 是很难去表达 但这部电影的那种情节 是很感人的 而且交集了一个 父亲的心层那种爱 也是反映 好像天父的爱一样 在人的心里面出现 我们也希望这个电影 能够让更多香港人 可以认识得到 拥抱上帝的爱 希望大家都把握这个机会 希望神都会使用这部电影 去接触到更多的群众 鼓励大家一定要收睇 在这个疫情下 这部电影我们十分之推介 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能够来好观赏 并且最好能够包长 能够值得一个机会 来传福音 我觉得是很诚恳的呼吁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